美女是一只可爱的夜幕 有着三尺二颗大刁牙 每当城市里出现坏人时 她都会平坤冒出 关注老百姓伸张正义 这天 城市又出现了两名坏人 拿着AK47劫持了一家商店 不但抢走了所有money 而且还把老板给暴打了一顿 简直毫无忍性 医院里 老人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打成这样 心里十分的难受 嘴里不停地请求着老天 惩罚这些坏人 老人的心愿慢慢地飞出了窗外 朝着蓝蓝的天空飘去 阴谋仿佛听到了老人的心愿 一生气 把真皮沙发都给挖出了几刀裂痕 没过多久 两个坏人的money就花完了 他们再次戴上九手丝袜 进入那家商店 二话不说 对着里面的老板就是一顿暴打 仅仅过了几秒钟的时间 就把这里洗劫一空 两人边跑边发出笑声 这要是抢下去 不出一年 资产就超越马云了 可没想到 两人刚准备上车 就被一个黑影了一下 对着伯格胆一顿 现在只要评论区推荐自己的赏份 就会出现当地的特色美食 快看看你们当地美食是什么吧 这把另一个给吓傻了 傻丫子爬腿就跑 那一米来场的小腿 比无烟泥跑得还快 可最终 还是没能逃过夜魔的手掌心 被夸插几爪子 送完了天堂 没过多久 大众便接到暴警赶来 现场十分的惨烈 到处都是血迹 他们查看了死者的车辆 发现他们的钱包并没有丢失 大众来到后排 意外发现了两把AK47 和一厢Money 他样子 这两个死者并不是好人 就在这时 一个手下告诉两人 附近有个便利店被抢了 他们急忙赶了过来 查看了一下监控录像 发现那两名死者 正是抢劫的坏人 他们根据监控 把当时在场的三个顾客 全喊到了警局 尝试咨询一下有用的线索 其中一个男人怀疑 是附近一个养狗的干的 他们回到警局 查看了一下此人的资料 居然意外发现 养狗的这个男人 和犯罪的坏人 曾经是同伙 难道是因为分账不公 这才放狗摇死了两人 第二天 他们找到了养狗的男人 准备调查一下他的狗狗 这遭到了男人的强烈阻止 停止之下 男人突然现出了原型 奇怪的是 他明明知道大壮的格林身份 却还是要阻止大壮 结果被大壮夸扎按在了地上 到了警局 男人态度十分的嚣张 不但不承认放狗杀人 他谣言要起诉大壮两人 没过多久 狗狗的检查结果就出来了 唾液和毛发 都和尸体上的不符 这让大壮觉得 凶奴可能是格林生物 另一边 一个女人站在回家的路上 不幸被一个坏人盯上 女人见状只好加快脚步 严走着坏人就要追上 他接着回头看向对方 结果男人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 只让女人松了一口气 本以为微借出 男人突然出现 摸出了女人的嘴巴 瞬间把男人摸倒在地 用爪子夸叉夸 送走了坏人 仅仅几天的时间 就发生了三起同样的案件 好在这一次 终于有了新的线索 女人称他看到了夜魔的样子 大壮问他长什么样 女人回答 一双眼睛 一个鼻子 一个嘴巴 带着这个重要的线索 大壮找到了狼叔 此时狼叔生活得十分滋润 原来就在不久前 刚在五八童城上找了份工作 狼叔推散出了夜魔的物种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格林生物 地狱恶怪 这是唯一一种 不怕大壮的格林生物 看样子 这次大壮真的遇到对手了 警局里 一个献献的福伯勒 从监控中发现了新的线索 两个犯罪现场中 都出现过一个美女 于是 他们来到了美女的家里 准备把美女带回警局 调查一下情况 可走到半路时 他们碰巧看到了坏人正在熊熊 于是急忙下车拦住了坏人 而就是这么一眨眼的功夫 车上的美女却不见了 此时的坏人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夜魔顶上 等他回头发现时 已经为止意外 等大壮听到动静闯进屋子 夜魔已经杀掉了坏人 并且又依附了人形 这让大壮顿时懵了 就当他们指出美女的罪行时 美女的一句话 让两人不知所措 毕竟眼前的美女 方玲都快一百多岁了 别说杀人了 就是杀只鸡估计的费劲 由于夜魔的初衷是惩恶扬善 最终他们还是 无奈地放了美女 感谢观看